时间回到10年前3月17号 马政府强推福茂 而国民党立委张庆忠用偷吃布 只花30秒就强度关山 让协议出了委员会 那些需要承受后果的 多数是还在念书的大学生 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 这些学生在318夜晚发动骑袭 以超乎想象力的组织力 与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力 攻入国会议场 开启埋锅造范 24天的长期抗战 国家勇敢 费为不怕 警察队队 警察队队队 成千上百的学生与群众 史无前例攻占立法院 10年前爆发的太阳花学运 成为台港两地民主运动的典范 中国最害怕的是发生了 台湾已经变成世界之岛 随着台湾民主进程的不断深化 以及对国际挑战的回应 台湾人民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已经迈向更高阶段 延续1996年以来的主流民意 2000年及2004年本土政权赢得总统直接民选 但立法院依旧维持嘲笑也大的格局 这种政治局势对台湾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可以说 今天这个民主内战时代 正是我们建构超越内部矛盾的新时代台湾人的时候 1987年解除戒严 1988年两奖时代告终 1991年废除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1年国大全面改选 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选 1996年首次总统直接民选 改革的轻快乐章仿佛不需要休止服 台湾社会因为旧时代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族群隔阂 在民主演进的暖化下日益兵士 在此期间 1992年底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为了缓解省级情节正式被提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 以台胞 台商身份前往中国观光 探亲 投资的人 不论原来对中国有任何想象的认同 在亲眼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之后 反而发现台湾其实才是他们感情的归宿 完全可以说 脚踏实地生活在这块土地 台湾人民通过长期的历史脆力 自然而然产生认同台湾的意识并持续强化 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地进行着的机能 台海的表面和解气氛 终于因为中国露出匕首而勿散 1995年中到1996年3月 中国不顾台湾人民的感受 针对李登辉总统赴美访问母校 以及我国首届总统直接民选 连番发动飞弹及火炮实弹演习 引起区域极度紧张 后来的2000年 2004年大选 中国也都做出软硬监视的威胁 但是台湾人民不为所动 仍以主体思维做出台湾优先的选择 这些事实经过 使台湾人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是一个确确实实有别于中国 或福安为休息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自此 台湾意识在新的坐标加速攀升 这种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发展 外在的强化人们对台湾与中国的差别意识 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社会 早期也曾经存在过与现在不同性质的族群矛盾 所谓原汉对立 张权泄斗 民客纷争 甚至统一族群内部的摩擦 描绘出一幅早期移民社会的资源争夺图像 不过 随着日本殖民政权的出现 这类从不同原乡移植来的身份区分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既在者与外来者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仍有外来政权的问题 台湾必须开创新文化 台湾在近代世界史的发展中 处于四方交汇的位置 这种条件固然是台湾曾经一再受外来政权燃止 但同时也使台湾成为东方和西方 大陆和海洋交流的界面 尤其是让台湾在民主与封建的激荡中首当其冲 凡此都为台湾缩短现代化路程 开创民主新文化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多元激素 在历史上 台湾在1684年到1895年的200余年期间 曾经与中国同为亲国的一部分 之后早已分道扬镳 如果这样的关系 可以牵强成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皆知道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么 真正统治过台湾的荷兰 西班牙 日本起步更有理由宣称 台湾自古即属于西班牙 台湾自古即属于荷兰 台湾自古即属于日本 如果这些是可笑的假设 中国的说法也同属荒谬 在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潮流 而且台湾已经通过民主改革成为民主国家之后 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还要走回民族国家的建国道路 台湾威权时代所遗留的问题 十多年来逐步通过民主的宁静革命方式解决了 民主的宁静革命 也证实比托殖民化的台湾民族运动论述更为有效 更合乎台湾的历史正向眼镜 一言以蔽之 台湾人民的共同体意识 必须是民主的 不是民族的 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抗衡 力量悬殊的对比立即显现 然而 民主台湾与封建中国抗衡 就不只是小国面对大国的无力了 我们对于台湾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和推动力量 包括被殖民经验 既要有批判 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 因为那些都是台湾之所以为台湾的构成要素 与台湾民族不同 新时代台湾人不是为政治人种学的繁杂科目增加新品种 而是标志实际生活于台湾的2300万人 自觉从事心灵改革 意识更新 思想转变的主体决心 具有自由意志 公民意识的成员组成的新时代台湾人 不用依人口比例做主从之别 目前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 主要是闽南人 外省人 客家人 各族原住民加起来约四成 但是 新时代台湾人论述 并不以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为主建构 台湾民族 而是一视同仁的平等看待所有成员的公民身份 因为 所有公民所拥有的不同背景所组成的多元图像 以及不同经验相互激荡所增强的生活韧镜 正是新时代台湾人 论述内涵丰富 充满生机的核心所在 也是台湾未来存在着无限可能性的源头活水 台湾虽然孤立海上 但来自南岛与系的各族原住民早就安居于此 开启远古文化 明清时代 陆续有沿海人民冒险渡海来台开墾 翻开台湾发展的新业 1949年前后 百余万居民来到台湾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也为台湾注入了心血 另一方面 三百年来经过西班牙 荷兰 正式 清国 日本的肯直 台湾早已面向世界朝多样晦翠的方向前进 西班牙 荷兰的统治 引领台湾迎向大航海时代 日本半个世纪的统治 使台湾得以间接吸纳欧美现代文明 凡此 都使台湾领先中国 进入20世纪世界文明的辐射范围 最近半个世纪 台湾更因与西方民主世界的密切连结 直接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 被殖民经验是来自各地移民的无奈 但意外造成台湾兼容并蓄 向现代世界敞开 结果 台湾变成一个世界岛 当今台湾 在历史结构和现实操作的交互作用下 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经济体制应该完善资本主义法治 让市场依自由经济的原则运作 以其台湾经济与全球经济结为一体 但经验也显示 如果缺乏充分的社会公平正义 资本主义的运作极有可能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尤其是资本过度集中 穷人不得翻身 会伤害到在民主政治下作为平等个体的总体自由与参与机会 我们2300万人 互分来台先后 都应毫不迟疑地认同这块土地 并且把台湾意识逐步化为实体 也就是依照国际人权标准 自由决定我们的政治地位 并自由谋求我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命运一体 生命感通 就是台湾迎向新希望 迈向新世纪的保证